現在回答一個問題,有時有些家人很難相處 很難相處是怎樣呢? 剛才有個例子,他連理睬都不理睬 如果理睬都不理睬,即是說他真的有很多問題 或者以往,總之大家可能雙方都有些錯 一個多些,一個少些人不會判斷 誰多些,誰少些 總之那個人是不太想處理 於是就越整越差 或者有時就是年輕人的反叛性 到那個年齡的時候,他就是反叛 反叛的時候,他一直都是反叛 我們另一個問題是 如果我不受影,就好像跟他沒有關係 不受影響是為了能夠祝福自己 不受影響就是 因為當我們受影響,他每天都回來都不理睬你 每天回來就進了房間 你跟他說話,他就進了房間 每天都在激氣怒槽 不過我呢 你沒有爐槽,但你的心日都很開心 即是已經… 即是初初都會的,但現在已經沒有了 即是會… 但你說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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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能說 神給我一個策略 一個方法 可以幫他 但他已經是這樣 基本上兩個人好像沒有關係 但我們繼續想幫他 想建立關係 但如果幫的方法是自己不開心 就幫不回 但如果我們自己的心能夠平穩安靜 在這種情況下 當對方完全不肯做任何事 或做事都是不好的時候 我越受影響 我就越沒有機會幫 所以就去問神 我可以有什麼策略 有什麼可以做得 進入 回到最小的時候開始 從最小的時候開始 能夠建立一個好的關係 建立一個好的教導方式 也是一個尊重他的方式 看重他的方式 欣賞他的方式 看到他的長寸 雖然他跟我們一定不同 這樣的時候就會一直有關係 但已經發生了 然後回不回頭 這樣的時候我們怎樣可以呢 第一步就是我們不受的影響 第二步就是我找一些任何的途徑想進入 即是說不受的影響 我們的情緒不代表我們跟他沒有關係 而只是唯有這個方向我們才能夠平靜 如果不然就天天都不開心 如果天天都期望他轉好的時候 天天都失望 唯有是我們可以做得什麼就做什麼 以至可以慢慢有機會影響他 當然很重要就是祈禱 求神去改變他 去變化他 但他不受影響的同時又祝福他 這就是聖經所說的 我現在在傳道書二章十八到十九節 這裡說一句說話 是說到對於後代的其中一個看法 當然聖經有不同的看法 聖經有說到一個人有很多子女 就像他的箭袋有很多箭 說到有正面的一面 但這裡說到兩個人的關係 另一個角度 在傳道書二章十八十九節 我恨會一切的奴隸 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奴隸 因為我得來的必留給我以後的人 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誰能知道 他竟要管理我奴隸所得的 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 這有時虛空 他所說的就是 我所有的奴隸 將來一定傳給我以後的人 但這個人是智慧還是蠢 我也不知道 但他要管理我奴隸所得的 這是虛空 而已經變差 唯有就是 用一切的柔和 謙卑耐性 但不代表他做一些不好的事 我們依然很歡喜 我們可以用一些說話 但柔和 你覺得你這樣說話 你覺得怎樣 他說 我覺得這樣對 你為什麼覺得這樣對 因為你什麼什麼 你告訴我什麼什麼 我有什麼錯 你覺得你自己有沒有錯 用一些引導方法 但你又不帶怒氣 當然也要看那個人容易合作 如果他不願意合作 你用什麼很好的方法 因為跟一個 真是一個惡人相處 他真的不願意合作 是沒有辦法可以改變到他 是唯有他願意 其實改變我們街人 改變街上的人 一樣的就是我們控制不到他 街上的人 我們全部跟他一樣可以反抗 家裡的人一樣可以反抗 不過家裡的人 我們有長時間的影響 可以改變 會不會 有什麼可怕 你們有很多人 會不會 會不會 就是要有什麼可怕 他就不想要 會不會 有很多可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